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小关就和大家一起从眉毛看健康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关最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眉毛被称为饱兽宫 与人的生命有密切关系 因此 民间传说中的老兽星都往往有着一对长眉毛 极兽眉 如果眉毛浓淡恰好 粗息时钟 绣而弯弯 整齐有光 眉尾微锤 这样的眉毛都代表着长瘦 另外古相书曰 眉毛长垂 高瘦无疑 眉毛高长而眉尾下垂的人高瘦无疑 但是如果眉毛是以下几种情况 就要多注意身体健康了 一 眉毛变长开始衰老 一般老年人的眉毛会比较长 年轻人的眉毛比较短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眉毛长而旺盛 是衰老的征兆之一 古人常说 眉长只而瘦久 其实眉毛变长 适合活的是否长久关系不大 但却是衰老的征兆之一 眉毛变长是身体机能的调节机制 开始出现功能降低的表现 对策 长按不老学 当你发现眉毛开始变长 且逐渐变得旺盛时 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调节饮食和生活习惯 保持一定的食欲 是抵抗衰老最好的办法之一 其次就是要多增加运动 每天健步走半小时以上 不能让机体已知处于悠险状态 否则身体就如领剑一般 不用就会生锈 颌骨穴与内观穴就是人体自带的保老穴 只要有时间 随时随地都能按 需要注意的是 按压时 以穴位局部有酸胀感为宜 不过 颌骨穴孕妇竟按 二 眉毛干枯 是肺部好的表现 眉毛少而且显得干枯 说明肺部出现肺气不足的现象 肺气不足的现象会引发一系列肺部疾病 外在则表现为咳嗽 咳血 气短 有时候还会出现胸闷现象 如果不重视很容易引起肺癌 很多肺癌患者发现时已经处于中晚期 所以 眉毛出现干枯现象时 一定要多加留意肺部健康 对策 多小多吃白 中医有 长孝宣肺一说 大孝能使肺扩张 还可以清除呼吸到浊气 人在开华大孝时 可吸收更多的氧气 氧气随着血液形变全身 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充满活力 养肺要多吃白色食物 比如 银耳 百合 花生 百菜 萝卜 冬瓜 莲藕 山药等 除了日常的煎炒蒸煮外 比较理想的烹炒方式 还是煲烫熬粥 如 白萝卜花生糖 大白菜糖 冬瓜糖 莲藕糖 百合莲子小米粥等等 三 眉毛上翘 易得膀胱炎的表现 此处所说的眉毛上翘 不是说眉毛本身的形状 而是毛发本身出现了上翘 眉毛上翘是膀胱炎的征兆 膀胱是人体内部负责排尿的器官 其一旦出现问题 将会影响身体整体的运行与健康 严重者还会导致膀胱癌 膀胱出现问题之后 身体的排毒工作也会受到阻碍 尿液中的毒素 无法及时排出体外 将会集聚在体内 眉毛上翘还反映了身体内部毒素过多 是身体发出的排毒信号 对策 多喝水不憋尿 我们平时应该多注意休息 多喝水冲洗膀胱 把每天喝6-8倍的摆开水 当作是健康饮食力部分 并且把酒精和咖啡因的摄取 降到最低 另外不要憋尿 注意清洁卫生 保持下身干净 而内裤的选择 也需要多加注意 穿棉质的内裤 避免合成纤维制品 否则会妨碍 适当的空气流通 而促进细菌的生长 四 眉毛脱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如果眉毛出现不正常脱落 身体可能出现了状况 不同的眉毛脱落方式 也代表着不同的疾病 眉毛淡疏易脱落者 多见于气血衰弱 体弱多病者 此类患者容易手脚冰冷 肾气也比较弱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和脑垂体前液功能减退症患者 眉毛往往容易脱落 尤其以眉毛外侧三分之一处最为明显 多数患者还会出现反应迟 头晕眼花 耳聋耳鸣等等 更为严重的患者还会导致痴呆 而麻风病患者 在冰片早期 眉外侧皮肤 肥厚 眉毛脱落 斑突患者 也可同时出现眉毛脱落症状 癌症 眉毒 严重贫血也可能引起眉毛脱落 有些抗癌或者抗代谢药物 也有这种副作用 对策 桂圆百合早人茶 这是出自金奎药略的加减方 由补血氧气 清肝泄火 助眠安神 镇定除灶的作用 做法 取百合十克 炒酸早人十克 茯苓五克 桂圆五克 枸杞子三克 小麦三克 材料洗净 放入适量清水锅中 用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在门五分钟 分两次喝完 午休前睡前各饮用一次 不想熬煮的 还可以用配好的 桂圆百合早人茶包 泡水喝 看到这儿 大家应该明白了 眉毛不仅仅是脸上的一处风景 还和身体内部的健康紧密相连了吧 但是99%的人都不知道 眉毛也需要护理 很多人在洗脸的时候 或顺带将眉毛洗一下就完事了 其实 这并没有达到清洗眉毛根部的功效 眉毛根部会有眉毛分泌出的油脂 如果长期得不到清洗 将会堵住眉毛附近的皮肤 不利于眉毛生长 另外 眉毛和头发一样需要梳理 每天除了梳头 也要经常梳理按摩 眉毛部位 很多女性朋友 都有拔眉毛的习惯 这个习惯可一定要改 拔眉毛会使皮肤和毛囊遭到破坏 长期如此 眉毛生长就会变得不规则 而且拔完眉毛后 细菌还可能乘去而入 这就带来了 换期发现毛囊炎的风险 最最重要的一点 长期拔眉者 会使眼瞼周围的皮肤松弛 眼皮松弛老实罪 而且是不可腻的 最后小关分享给大家一个浓眉小妙招 如果想要眉毛浓密 可以用阿斯曼草洗眉毛 或者用这种草的灰抹眉毛 这是新疆的一种草 有的地方专门卖阿斯曼草做的眉笔 还有一个方子麻烦点 用桑叶和麻叶 煮水后洗眉 也能促进眉毛的生长 想要眉毛浓密 也可以从娃娃抓起 孩子满月之三岁以前刮眉毛 每个一周刮一次 连续做三次 一样可以起到浓眉的效果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小关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 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您可以将其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小关的节目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